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名叫王瑶 可能有观众一听到非洲两个字 就想起了脏乱差 那就有点刻板印象了 在王瑶的镜头下 她以一个霸道总裁的形象 动不动就带着女助理开启 买买买逛逛的枯燥生活 金子别墅更是直接送 而女助理中更是不发超模世界小姐 她带着这些身材出众的黑珍珠们 算是在短视频平台开辟出了新领域 网友们纷纷调侃 看王总一副多期生活过得好样 不羡鸳鸦不羡羡羡 羡慕王总每一天 可就是这样奢靡的生活 王瑶却还是能得到官方的肯定和认可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王瑶目前38岁是一位海归硕士 13岁就考过了大学英语四级 曾就读于北京对外经贸大学 在大学时光中王瑶从未停歇 随后以7.5的雅思分数 直接申请到了澳洲读硕士 虽然王瑶目前已是中年 但不得不说人家确实从小就是家人眼中 别人家的孩子 王瑶毕业后在澳洲找了一份工作 但远乡并非他所想 于是便回到中国 凭借优秀的履历 进入到了一家大型国有企业 负责在非洲东部区域 买民用飞机 整天都和肯尼亚索马里的外国人打交道 沉稳了几年后 王瑶还是抑制不住自己那颗闯荡的心 选择了辞职开始创业 他发现二手服装在非洲很有市场 平均之前累积的人脉和资产 他的生意很快就搞了起来 他的第一个档口虽然看起来地方不大 但可以放两个集装箱的货 一包货的重量在50公斤 进货价加运费大概720元 而售价却是1200元 除了二手服装生意 王瑶还有一家二手鞋厂 从国内各地买回来的鞋子 都会经过消毒和二字加工 只要洗干净修不好 都可以进行售卖 毕竟在非洲这个地方 很多东西极其稀缺 就是这种再普通不过的鞋子 每月居然都能卖一万多双 橙色好磨酸少的鞋子 收货价不到30元 在非洲能卖到180元 瞬间犯了不止六倍 各位观众 是不是也突然有了去非洲干批发的念头呢 先别急 做生意也是有风险的 尤其还是在非洲 像那种能翻六倍的情况 终究是少数一不小心 掏不到好货 很有可能会赔个倾家荡产 再加上有时候还会遇上 无法避免的特殊情况 不少货物都无法收购 就连王瑶也险些翻车 达到回府 好在王瑶终究还是坚持了下来 并成功晋升成为了王总 那么问题来了 王总怎么好好的生意不做 反而走上网红的道路呢 在刚开始的时候 王总一门心思放在生意上 对于短视频并没有过多的了解 2020年疫情来袭 王瑶的二手服装厂生意 大部分都由中国运输 渠道受阻 王瑶也就清闲了下来 此前大家对于非洲环境的印象 基本上都是脏乱差 各种是卖穷卖惨 虽然这是事实 但久居非洲的王瑶知道 非洲也是有好的一面的 他不知道那些内容 别人看了舒不舒服 但非洲人看了肯定不舒服 因此王瑶开通了一个 名叫《非洲十年的账号》 决定通过短视频的形式 把真实客观的非洲生活 通过一定的娱乐性 向大家展示出来 他知道短视频最重要的就是 开头三秒 所以大家看他的视频时 开头几乎都是青一色的美女 而王瑶则的这些美女 以助理相称 这些助理可大有来头 还有些还曾是世界小姐 非洲区的冠军 他们平时是公司产品的广告模特 有时间就会配合 王瑶拍短视频 几人一起录跳舞视频 王瑶在里面就是一片绿叶 在发布第一个作品之前 王瑶研究了两三个月 一共拍了十个作品 没想到第一条上去就火了 这个反馈着实出他的意料 更让他惊讶的是 只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他的粉丝就达到了一百万 王瑶凭借敏锐的秀学 尝试出了在非洲的制服录 也揣摩出了大家喜欢什么 爱看什么 他明白自己之所以能够有上百万的粉丝 除了自己在分享非洲的风土人情外 美女助理有很大的功劳 因此王瑶对他们也不差 比如有次王瑶带着小助理逛金矿 金矿矿主是王瑶的朋友 直接拿出一个一斤重的金条 送给了小助理 小助理兴奋的当即用牙齿咬了咬 验证金条的真假 除了送金条 这些美女助理的幸福 可是大家想象不到的 王瑶的朋友送了小助理金条 他也不差钱 在一次商业合作中 另外一位小助理拿辅助签下了大单 为了奖励他王总甩手就送了一百万给小助理 收到奖后的小助理立马感动哭了 当然一百万也是洒洒水 之后网友还带大家看了他在乌干达 一千二百多坪的大别墅 并对员工表示想住多久住多久 房内不仅装饰奢华 还配套了超大的草坪 网友看完直呼 这就是非洲酋长的感觉呀 充分体验了一副多气质 不羡鸳不羡鸳 羡慕王总每一天 我们不难看出王瑶的生活确实是豪奢 正常来说官方对于这类视频是不会理睬的 怎么王瑶就能得到官方的肯定和表扬呢 关键还是和王瑶的视频内容有关 虽然一直美女环绕的王瑶经常被网友调侃 充分体验了一副多气质 但更受中国网友关注的则是 王瑶带着小助理们采访在非洲创业打拼的群体中国人的故事 如今王瑶已经有了五百万粉丝 不仅有自己的生意 身边还有美女环绕 大家羡慕吗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此为止了 各位同学如果喜欢的话 不妨点个订阅 别忘了打开小铃铛 以免错过更新 我们下期再见了